花羊菜一直以淡雅精致组成 犹如江南女子般晚月清新 健康新时代特别邀请来自镇江的大厨 为您调制纯正的江南风味 七肥三瘦的狮子头 怎样才能做出肥而不腻的清爽口感 那么我们这七分的这个狮子头 之所以叫狮子头 就是因为在炖的过程当中 把里面的肥肉给它变化 如何轻松取出蟹肉 在这两侧这样一削开一套 就出来了 在品尝和蟹时 又有哪些健康提示需要您留意呢 如果您想在家品尝江南风味 就千万不要错过本期的健康新时代 走进健康新时代 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紫围 如果说你去过淮安或者是扬州或者是镇江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对那里的美食很感兴趣 淮阳菜很有名气 但是如果说你从淮阳一带回来了 然后还是怀念那里的味道的话 想在家里做这个正宗的淮阳菜 那咱呢就得学习这正宗的淮阳菜的做法 今天给您请来的就是正宗的淮阳菜师傅 有请来自于镇江的朱大厨 欢迎 那么今天呢有一位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 以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们的养生专家兼这个营养老师 不过今天他有另外一层身份 因为他呢本身是江苏的常州人 所以说今天讲淮阳菜 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有请顾老师 大家好 欢迎菜我们吃过好多 比如说大煮干丝 比如说松鼠桂鱼 再比如说什么 狮子头 狮子头 那今天 欢迎菜的经典制作 我们就教大家做狮子头 经典中不能再经典的了 对 好来猪大厨 有请 这个菜是国宴中的代表菜 国宴就是说一般我们的领导人宴请外宾 或者说在一些重要的一些宴请的时候 才会出席的赛品 对对对 那如果说咱在家里能把这道菜学习了 然后呢在家里来做一下它 咱享受的也是国宴的待遇 没错 你家里的厨房就是国宴厨房 好嘞 来大厨 今天我们也给改刀 这个这个 寺头做什么 一个 灰肉 灰肉 三期的肥肉 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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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南方的国宴 南方的口音做菜了 这个 今天在没这种做菜之前 让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来到了怀疑 怀疑一样的 对我们说肥肉 咱这边的肥肉呢 先得选择一批特别肥的 怎么我感觉这个瘦肉在这上面显得特别可怜 好像就给刮掉了一样 就是说做狮子头的肥肉 为什么要多呢 它就是切了这种入口计划 入口计划 活跃不腻 等一下它说这个 这个狮子头用什么 用灰肉和瘦肉 还有马蹄 肥肉 瘦肉 瘦肉 和马蹄 就这个 就这三样主要的食材 搭配了一点菜漆 菜漆切一件事 等一下 这个 灰肉要切粒 我在想 你看这个肥肉它切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狮子头中 看到的肥肉都 几乎看不到 看不到 是 看不到 因为它会熬霉的 或者说煮化了 那这个是不是要求刀工切的要比较细一些 细一点 切成粒 对 刚才猪猪说 我请教了一下 我说你这个片切的真细 他说要稍微速动一下 速动一下 切的效果更好 对 稍微的 因为咱老百姓自己切 肯定没有那么好的刀工 也没那么快的刀 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动一下 然后再切成薄片 就比较好切了 一般切成薄片 做丝头的多少呢 一般是 一斤肉 七两回的 七两翻的 肥瘦的 7比3 这么说的话 肥肉是占的很大比例 对 很大比例 可是你看在吃狮子头的时候 我们永远吃不到肥肉那种腻的感觉 这就是在破诊中掌握一些技巧 不仅保证口感 还能保证不腻 今天跟大家好好学一学 七比三的比例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要担心 这一期因为我在这做营养树之前有担心 说吃狮子头会不会太油腻了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华阳菜特别讲究什么的这个炖工 那么在炖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靠油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七分的这个狮子头 之所以叫狮子头 就是因为在炖的过程当中 把里面的肥肉给它都化了 都化掉了 然后进入汤当中去了 所以那个瘦肉就鼓出来了 像一个头一个头的 就像狮子的头一样 毛绒一样 对 毛绒的 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狮子头 黄洋菜特有狮子头 鲜鱼头 鲜鱼头 叫三头 猪头叫三头 对 猪头就整猪头 猪头 鲜鱼头 还有狮子头 这是我们的三头 叶子淮洋菜的经典代表菜 经典三头 但这淮洋三头 鲜鱼头和这整猪头 都是用的真的猪头和真的整猪头 这狮子头就是假狮子头 一个象形菜 象形菜 象形意 但这个好像据说都跟乾隆也有关系 因为他下江南以后 就把淮洋菜好几种菜 他认为就很经典的菜 就把它都弄到宫廷去了 所以才让淮洋菜的发扬光大 所以跟乾隆的这个下江南的 这个典故有很大的联系 那这边肥肉都切成这样的小丁 看到没有 这个丁切的真的是大小统一 那这边好像还要把瘦肉再单独切一下 对 加点瘦肉在里边 这个瘦肉是三成瘦 就是七分的肥 7比3的比例 就是7比3的比例 然后我们比一下 瘦的要纯筋肉 不要纯筋肉 这边是选择什么 进步的一块 或者五花肉 五花肉 然后把肥的部分去掉 肥的就去掉 然后瘦的一部分 就是做刺刺头 那这个多麻烦 我们干嘛不直接选择离脊 或者说直接选这个瘦筋肉 后秋的位置 里脊还瘦筋肉 它主要是这么花财 刺口感不那么软弱 就是说它脂肪量少 对 没错 其实我们要比较一下 你像里脊肉这块肉 它的里面的脂肪是45%左右 非常非常少 如果你要是同样的 像后吞尖那块 或者是我们就是大厨 选的五花肉当中的那些肥肉 它可能里面的脂肪要达到30% 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吃起来发财 这个发财就是脂肪少 没有油润的感觉 那你看这边也是把它切着 说到淮阳菜 我相信大家都能吃过那么几道 不过说到淮阳菜的特点 郭老师 您作为家乡人 您说说 您感觉的淮阳菜有什么特点 我感觉的淮阳菜 一个是做工比较精致 就是刀工从造型上看的比较漂亮 颜色 形 你比如说我们说松鼠鲑鱼 这种形状颜色是很讲究的 而且量都比较小 不像咱们北方人做菜量那么大 它小而精致 那么另外它们就是就地取材 一般选取就是我们江南一带 比较好的食材 像水生的一些食材 它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海鱼 河蟹 这个就是湖锅里面的一些水生的一些原材料 包括蔬菜类的 包括蔬菜类的 马蹄 包括瓷菇 我们是要讲的瓷菇 水芹 藕 藕 这些根茎类的东西在湖里长的 河里长的比较多 就地取材 是不是 就是当地的原材 这边马蹄也快切好了 马蹄切了两条 再切丁 切完之后再切丁 就是造型要统一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猪厨 你看好 这个狮子头 我个人感觉它一直都是纯肉的 咱这个加马蹄 它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马蹄它是一个清脆 爽口 就是吃什么 狮子头一般它回头不要多满 黄字就是狮子头不要那么回腻 也能解腻 解腻 清口作用 比较脆 比较脆爽 对脆爽 在里面它占一定的体积 肥肉你也要多了 可是有了它之后 我想想它能成丸子的造型吗 可以 会不会就是 这个要在打字过程中 要加到鸡蛋 还有加剩粉去吃 再一个上劲 上劲 这个要加什么 葱姜黄酒去腥 要去腥 加花雕酒 这个花雕酒的比例要多一点 肉丸 就是说这么多肉 它花雕酒的比例还是不要太多 对不要太多 一点点 放点姜默 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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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盐 肉就会放味精 放在家庭就熟熟熟熟的 放点盐 而且现在不提倡用 不提倡用很多味精 就是原汁原味的 原汁原味 盐也放的很少 很少 清淡一点 这就是白杨的特点 加入现在加入的是 蛋清 蛋清 蛋清就是让它能够成完整的形状 有聚合力 这么多肉用一个蛋清就可以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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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多 因为一斤肉一个鸡蛋 倒两个多鸡蛋就行了 一斤肉一个到两个鸡蛋就行了 就可以了 接下来 稍微加点水 生粉在里面 水淀粉 就是淀粉 这时候加点水淀粉 也是为了让它的造型 能够成一个团子 对 就是一个 不会就是散 年纪过去的 这样要打上劲 那句话怎么讲 叫小丸子要瘦 大丸子要肥 咱那个湿的头 属于是大丸子 所以说肥肉的比例多一点 包括它这个状态 给人感觉也是胖肚肚的 所以在家里不要吃太多 一定要打上劲 打上劲容易成型 煮的时候 因为煮的时候 要它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打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方向 对 甚至一个方向打 还是其实上劲左右 其实就跟咱们活馅一样 就是我们北方人活馅 就是一个道理 就一个方向 然后给它上劲 对 的确 大家不要有粘手的感觉 不要有粘手的感觉 有粘手的感觉 粘手的感觉就好了 就是说它能粘住手 它里面内部的这些肉之间也能粘住 现在我们的丸子已经打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锅中烧水 烧水 锅的烧水 所谓加点盐 锅中烧水要加盐 加盐是什么的 有底味 煮的 口味不会淡 因为水里面一点味都没有淡 下完的这些有些技巧 特别要水开了下 水开下 因为水不开下 它就容易下 下面容易粘着锅 等一下我还有跟菜叶尔垫 衬托一下子 菜心 我们就是把这个菜叶 菜叶去掉 等一下做这个 做这个丝子头 可以用了上 因为房子盖下的 它就是煮的是火 不容易变 因为这个煮盖砂锅 砂锅上面盖火 一定不要盖子 不要盖子 才是小火 试开 会开的感觉 小火就叫纹火 慢炖 好 把这个丸子再团一团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你看这个丸子 如果说你想让它特别好吃的话 你可以摔打 比如说你抓着一块 再往这个盘里面摔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为这个丝头 它回头比较多摔的 因为已经打上筋了 已经上筋了 对肥肉好上筋 对好上筋 因为瘦肉多了 上筋很难 下锅之前用那个湿淀粉 再 这个湿淀粉 再 再在表面上再涂一层 对 再涂一层 你看这个没等它正式煮之前 就感觉有点像狮子头 沾的感觉 毛绳容的 对 这个是包的 这个有点像包着一个大大的盘桃的感觉 这个感觉容易不容易碎 慢慢的 轻晃 哎呦 因为这夏季族会不见才行 它容易沾 下面 沾下面 这像是一只雄狮 浮在一叶偏舟之上 然后在水中滑走了 就是有这个感觉 有想象力 很棒 现在呢 我们的四个 好 狮子头 已经下锅了 在锅中了 我们这个如果说汤之前有鸡汤的话 或者老汤可不可以放一点 哎 这个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它把汤那么小火慢慢的这个 它的味道已经全顺度汤里来了 非常鲜 就是说这个汤 肉汤 就是已经是肉汤了 对 慢慢煮到一层 它这个肥肉会化掉 然后里面的氨基酸会融出来 所以这个汤本身非常非常鲜 现在呢 我们的四个大大的狮子头 已经下入锅中了 我觉得它是需要足够的火力 才能把它包熟的 这火候 一般要这个煮的四头 一定要达到两个小时以上 两个小时 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第二道菜 也是一个在淮阳地区 可以说很家常的菜 但这个家常呢 我个人是确实觉得 它用了一个呢 大家都喜欢的食材 用蟹 用这个蟹肉 然后做成一个蟹粉 来和豆腐做完美的融合 蟹粉豆腐这道菜 我个人是感觉 豆腐大家家家都常吃 可是和蟹粉搭配出来 能呈来什么味道呢 一会咱们广告之后 就告诉你 欢迎回来这里 就是健康新时代 今天的健康新时代 教你做的是正宗的淮阳菜 淮阳菜呢 有很多经典的菜肴 都会被封为这个宴会级菜品 在果宴上经常出现 比如说在锅中 需要用两个小时来包它的 狮子头 刚才大家也学了好 这些前期的步骤呢 有点复杂 不过准保好 复杂的步骤 出来的味道 都是好味道 不过接下来这道菜呢 我是更期待的 因为大叔刚才是这么评价它的 用这个电汤节的食材 搭配最平常普通的食材 出来的味道 也会是电汤节 国宴级的食材 什么名字 猪大叔赶快告诉大家 蟹粉豆腐 蟹粉豆腐 是由来自镇江的猪大厨给您带来的 咱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咱们开始 首先我们要选择活蟹 挑出蟹黄 活蟹它的蟹黄比较新鲜 从健康交流的 它都比较 就是应该吃活蟹 死蟹是不能吃的 首先我们蟹怎么处理呢 家里有条件的话 可以蒸煮都行 所以我们就不教大家 把蟹的黄怎么挑出来 蟹黄直接挑出来 既在这时候 你看我们蟹是活的 怎么样 绝对是活蟹 它蛮好 蟹的绳子 不要去掉 因为不知道它会咬人 不知道它会炸手 对 因为它有起源子 对 潜在会下手 蟹子我觉得还是很生的一种动物 好 下锅 好 肉水下锅 盖上盖子 好了 焖煮五分钟就行了 和蟹当中它有一个营养 是别的没法比的 就是维生素A 这个维生素A 它的含量 尤其是这个充满蟹黄的 这种和蟹 那么如果你不用多了 就吃这么一小勺 也就是说一小勺的蟹粉 就可以补充你一天的 维生素A就够了 一小勺就可以了 一小勺就可以了 对 这比吃这个 维生素要强多了 这要强多了 所以它就是个维生素丸 非常非常的丰富 所以维生素A呢 它对咱们人体的眼睛 对我们的皮肤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而且对小孩还能够提高抵抗力 这是蟹黄的营养 那还有什么 你比如说像这个螃蟹呢 它要是跟和蟹跟咱们海蟹比起来 除了维生素A比较多以外 另外它的脂肪是非常低的 就绝对的低脂肪 所以吃了以后怎么也不会发胖 它虽然胆固唇高 但是它不会发胖 这一点是挺好的 倒在想这个蟹黄 它看上去就是油油的 油油的 难道这个蟹黄里面脂肪也少 对 脂肪也少 它主要多的是什么呢 是胆固唇 胆固唇 胆固唇呢 它跟脂肪还不一样 它是一种类质 胆固唇可能会提高我们 就是血管的这个粘稠度 会让我们长斑块 所以不能多吃 我们就吃一勺就够了 就是一只蟹子 对 一只蟹子 我们吃大脏蟹的时候就吃一只 也不多吃 也没有关系的 我们的蟹子 带着浓浓的蟹香味 已经煮出来了 好 煮好了 看一下怎么取蟹黄很关键 大家就去把这个大的蟹 煮熟之后盖子去掉 盖子去掉 打开 拿个竹签 拿一个竹签 小小的竹签 竹签是挑蟹肉的作用的 我们放在旁边 好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蟹香味 能给你带来一种 对于中秋节的怀念 看蟹黄 我还蛮多的 还可以 蟹肉怎么挑 我给大家讲的做一下子 做的两头去掉 我在家里面吃的时候 直接用牙齿来 咬开它 然后来做它就可以了 南方人吃蟹子 有一整套的工具 一整套很多 咱们北方没有 咱们就用现成的 等一下 这是两侧 这样一削开之后 就出来了 就出了螃蟹肉了 对 你别说 我觉得蟹足 把它取下来的肉 感觉好像原来的造型一样 对 就跟上面还带着边边角角 对 还得带着一点 这个蟹肉都出来了 蟹肉都出来了 很清香蟹子的味道 真的很不错 都取下来了 这么一小玩儿 其实我觉得这到 这时候用筷子 直接吃也很好吃 直接吃也很好吃 感觉就很字了 就很好吃 这样子蘸着香醋吃 香醋 来点姜子 美味 但我更期待的是 今天和它豆腐 这个豆腐和蟹肉 融在一起 什么感觉呢 一会我们就知道了 来大厨 在接下来怎么操作 首先我姑娘要这个缩水 打点水 这是我们要煮豆腐吗 对 豆腐处理怎么处理 我们这个豆腐 是用这锅汤 直接做这道菜 还是说这道菜 只是现在这个步骤 步骤处理一下的 豆腐擦下水 需要去到那么 它豆腐的一种味道 豆腥气 豆腥气 对 包括就是北豆腐 也要经常的这样烫 也要经常炒炒水 对 就是豆腥气呢 它一般就属于这个 豆腐当中一种糖 我们叫水酥糖 和蜜子糖 它冬过水 它是水溶性的 经过水一煮 它就能够去除 除水了 那我们要除的时候 水里面烧开了之后 要化什么 一定要开水下锅 开水下锅 然后化你盐 这个开水下锅 真的保证不碎吗 还是烧水 对容易碎 还有盐 盐有这个 一味 一似乎其他的 紧缩的感觉 哇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 紧缩然后还有 今天入味 对 定型 定型 可以稍微化你一点点酱 就去上色 这个酱油 少一点点 这时候我们的南豆腐 就要上点颜色了 对上一点 因为豆腐太白 我们炒制的时候 就不需要换酱油了 炒馅粉的时候 有点金黄色的感觉 好 再开我可以下豆腐了 我感觉 我感觉蟹粉豆腐 好像都是白白的 然后蟹粉的颜色 染成黄色 没想到之前做的时候 稍微放一点的酱油 给它染成黄色 那这道菜 这道菜我觉得真的很南方 对 对不是 一般北方人做菜 出来的菜都是那种 大红的那种颜色 对 红色 要么就是红亮的颜色 比较空亮 而这种南方菜 相当于比较颜色素雅的味道 对 在炒制蟹粉的时候 感觉到没有酱油 看出的酱油 它颜色非常好 太白了 颜色没有食欲感觉 对对对 就是说有那么一小层 凸显一下 然后就不用特别重 对 这时候我们来浇一下水 并且这个过程 我们在家里 不管你是炖豆腐 还是说怎么做的话 都可以保证豆腐不碎 因为里面放了盐 而且是在开水下锅 对 豆腐现在已经煮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豆腐怎么和蟹粉来融合 来 好我们开始下锅 下锅 锅烧热下油 来点油 对 来点底油就可以 底油少一点油 锅烧热一定要热 这种不容易粘锅 晕一下子 来这时候下什么呢 把葱姜爆锅起香的作用 葱姜爆锅 对 葱 其实我觉得做这种和鲜好 很喜欢姜 对 一般你看我们做的和鲜 如果是没有姜的话 它这个土腥味去不了 而且有了姜之后还能提味 现在就下入我们的蟹肉 和蟹肉 和蟹肉 对 煸香一下 对 煸一下子 起香 我在煸的时候 你看这个蟹呢 它在锅中 那么来回煎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油进去 是这个鲜的味道呢 又加一点点香 花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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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味出来了 一定要炒泄粉的时候 要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 对 放一点点番茄沙丝 起色的种番茄酱 起色的作用 哎呦 这番菜好难放 对 来点番茄酱 就番茄酱你看 就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颜色都染成苦 插了一下 好 这么棒啊 来一点黄的颜色就够 黄色加红色这么好看 鲜亮 再来一点汤 好 颜色青黄色 加豆腐 下下豆腐了 豆腐是做滑梯下去了 因为足够滑 好 滑滑润润的 这道菜有点像我们以前吃的这种 南方的很多各吃的这种羹品 像不像 像 比如说有的时候呢 吃的这种南方的 冬瓜干贝羹 就这种感觉 轻轻的慢慢冻 因为要是什么 豆腐容易碎 慢慢的 退一下 退一下 就跟这个饺子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不容易粘锅 因为不冻它容易火大了 容易粘锅 嗯 这次我们可以下味了 来一点点盐 一点盐 就是调味了 对 盐 这一般拌起来给你够了 差不多就够了 那有 半小声 小小小小 小一点点盐 清淡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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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而且它这个凉性很容易让人拉肚子 所以平常你就比较容易腹泻的人吃的时候也要小心了 我还记得看《喉嚨梦》里面有那么一回 他们吃了蟹子在秋天的时候中秋节赏月 然后主咐给各个小姐们赶快回屋歇息 因为刚刚吃了蟹子很凉 对 然后又站在这个风口处很容易使脾胃受烦 脾胃就容易受烦 它是一个极其阴寒的食物 所以说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 想吃蟹子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健 对 然后最后再 我觉得第二天早上喝点生姜水 生姜水或者是配的菜的时候就要放姜 这里面就有姜 对就有容器 而且这个菜是属于一种耕品的那种感觉 热乎乎的 而且里面有姜水在 喝下去之后就不用这样的担忧了 好 我们的小粉豆腐可以好了 开锅素 开锅素 也是呼搭呼搭的 对 撕淀粉 现在我们这个豆腐在里面好像是肆意在跳舞的样子 因为它这个嫩的程度足够好 在这个水汤底在冻的时候 它也跟着能冻起来 下水电话轻轻慢慢推 也记住是推 不然的话容易碎掉 对碎掉 然后就要芡子完全均匀的包裹在豆腐 在出锅之前还重要一个观点 正姜香醋 正姜香醋 这个我觉得我们大方的特点 大叔怎么讲 你应该是很骄傲的 因为你老家的醋 正姜香醋很有名 因为蟹的比较腥气 这个醋提香的作用 这个正姜的醋 稍微滴两滴就行了 一点两滴 对 这个正姜香醋 跟老陈醋之类的 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的米醋 有什么区别 老陈醋比较酸一点 那香醋呢 香醋有点酸 一个香醋 味道很好 一般就适合做一些味道 不是很强味的 尤其是比较腥气型的味 腥味的菜里面加一点 就非常好 比较适合 好嘞 来一点香醋下去 这道菜呢 已经出锅了 蟹粉豆腐 还有一点 撒上葱花 一点味也够用 你看这道菜 本身不需要提亮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这个汤羹里面呢 有这个细黄的颜色 油黄油黄的 所以在上面呢 整个出来的时候 也是表面上有光泽 那我们赶快也来尝一尝它吧 有没有立刻还给家乡的味道 有有家乡的味道 什么感觉 尤其是像中秋节 我们吃那个大茶蟹的味道 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豆腐在里面搭配的 特别滑软 对 你看豆腐里面又入味了 对确 有螃蟹的味道 做了一道滑洋菜以后 你就愿意去江南了 以后在家里也可以做了 对 在家里可以吃到最大的滑洋菜了 刚才这个呢 是猪大厨给你带来的第二道菜 因为第一道菜呢 还在锅中包着 不过现在我们看一下什么样子 哇 我感觉比刚才胖了两圈的感觉 这个比较弹性 嗯 而且这个出来之后 这个散 这个头的表面真的像狮子的头一样 像狮子的头一样 有凹有致 对 而且我们看到 放进弹性的 你看 非常有弹性 这样来扎它的时候 也能感觉到里面是有一些力道在 是不是 很不容易把它戳破 好 来我给你拿端着 好 好 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菜 还真是挺适合秋冬季节的 暖和和的 然后有汤还有肉 尤其是这两天有点寒流来了 赶紧做一个狮子头暖暖味 等一下烧点汤 用圆汤调这个味 其实狮子头这道菜呢 你看它真的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它不是像咱们北方那种是炸的丸子 炸的丸子 然后它热量很低 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很多的油呢 已经煮到一个汤里去了 把油撇掉它去也 取点清汤 清汤 原味 勾一个汤 汤 这个汤里面需要加点淀粉吗 不叫淀粉 不叫淀粉 直接是清汤 看起来非常清爽 对清爽 好 这个一烧开就行了 出锅 好嘞出锅 淋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狮子头立刻就熠熠起来 不然那只是四个大大的肉丸子 不过有了这个圆汤之后 这道名菜狮子头 就可以正式的成员在你的餐桌之上了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淮阳菜 特意给您请来的是来自于 镇江的大厨 猪大厨 谢谢猪大厨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郭老师 希望大家在家里都好好的享受淮阳菜 带给你的美食的感受 感谢您的收看今天的镜和先生蛋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